国防部昨天晚上宣布总统参议委已经核定 军政副部长由海军司令李启明上将接任 而海军司令由现任的副司令黄鼠光中将接任 并晋升为二级上将 而相关人事在6月1号生肖 黄鼠光也成为蔡总统任内第一位拔拙的上将 前总统马英九亲自挂街 这是去年1月海军司令李启明荣升上将的场景 调针李启明中将为国防部海军司令 如今总统蔡英文上任拔拙李启明为国防部军政副部长 李启明海军官校66年班 曾任国防部常务次长海军副司令 副参谋总长等职务 虽然升任副部长但并未退股 保持二级上将身份 打破2000年以来军政副部长皆为文职的惯例 我长久来都是用文人单的军政副部长 你现在没有理由再去找一个军人 现役的军人去当 去当这个军政的这个副部长 我认为这个是太道声 前军系立委林玉芳批评 文人领军意味太淡 可能是考量到李启明自身没有退伍意愿 才打破先例 海军司令一缺 由台北市议员黄珊珊的哥哥 现任海军副司令黄树光中将接任 整个的战力平时海军跟空军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黄树光海军官校68年班 曾任海军司令部参谋长 舰队指挥部指挥官等职务 这次着升上将 也打破前总统马英九一贯的 陆海空322三军上将人数 林玉芳认为因考量元额需求 不要增加人民赋税的负担 总统蔡英文29号 预计是岛空军花莲四动一连队 并发表重要谈话 上任后军事部防动作频频 也看出这第一位女性三军统帅的重视 有点TV 徐薇 陈雅瑜 综合报导